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星期四的新聞聯播時間 昨天就是因為你跑馬 所以令到我們那件事本來就是那個什麼 大搜報 大搜報本來是推出的 接著我打電話給他 今晚大搜報,我可不可以來錄一錄? 他說,跑馬? 我說可以,我知道,跑馬大了 明白,真的沒來錄而已 我還是靠尾場才能贏一點 哈哈哈哈 但是在尾場,你說要打過來 你又不走過來,我說12點 我說12點就不開會了 好,我忘記了,尾場那邊回本很開心 好了好了,我們就講一下 題外話先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二那天,大師第一次開Zoom 即是今次以前也有Zoom的,你的課程 但今次就完全沒有現場觀眾 感覺如何呢? 不是因為Zoom沒有問題 其實因為R軍在這裏就輕鬆了很多 噢噢噢噢 還有一些東西組織好很多 因為我的東西沒有什麼組織 我去到就講了 所以如果沒有讀過課程,沒有讀過書 沒有做了實習之後 之前的人來聽就會有一定困難 所以就變成要一些 那些叫做Bona Vida Student 即是那些比較好的學生 就會比較吸收 但是如果有了他去組織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點 正如我們準備開那個政治課程 開那個政治課程 是 揚揚的嘛 是的 他跟你組織一下 梳理一下 是的,梳理了就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就是這樣 正如田姬的話 我秒鐘幾十萬以上 所以就沒有空跟他搓上單車 然後就說沒有空跟你說 那些 但是他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就會輕鬆很多 OK 之後的同學 因為我們開了個群組 可以跟大師和R軍交流 那些同學的反應都不錯 我又在這裏講多次了 真的很探錢 直接了當 雖然開了第一班 但是大家可以繼續走地 是 只要你今天立刻報 第一班的影片和Zoom 你都會馬上看到 可以繼續 現在星期二上第二堂 然後可以上去 所以我們是 沒有停止到修身 這裏是修身 你是修身部的 你是修身部的 我不是修身部的 我照直說而已 就是多多益善小數目區 反正都是Zoom 希望大家都 考慮一下 因為這次的大師 2021的股票課程 很棒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自己聽完都覺得 獲益良多 我們進入今天的話題 首先 有一個讀者留言 他這樣說 他說 日日講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刁難性 看看case law 公園行為不檢 misconduct in the public office 的普通法罪行 根據叫雞警司 閃金華的案例 判詞指出 只要符合以下五個元素 便可構成罪行 一 身為公職人員 二 在擔任公職的時候 干犯罪行 三 直作為或不作為 而故意作出失當行為 例如故意疏忽職守 或沒有履行職責 四 沒有合理辯解惑理由 五 考慮到有關公職和任職者的責任 他們尋求達致的公共目標的重要性 及偏離責任的性質和程度 有關的失當行非微不足 很多謝這位刁難性的讀者 他叫刁難性 我知道 就是刁我難性 那就幫我們找到法律 OK 如果你作為一個法官 是 說明他那條法律 是必須要 你有理由相信他 你是相信他 即是 保釋的 即是保釋的時候 你是要認為他是 不會著草 所以才是 那個強姦犯 或者是 很多大罪行 或者是謀殺犯 都不可以 因為他們認為他會著草 或者會傷害其他人 OK 現在那個人 或者是再犯 再犯 那個法官放了之後 他再犯 回來再犯 回來再保釋再犯 再保釋再犯是一年七次 三 直作為或不作為 而故意作出失當行為 例如故意疏忽職守 或沒有履行職責 對嗎 對嗎 所以 可以作出職責中署舉報 或者是職責中署舉報 我今天這條片 說了這件事 很多朋友都說 我有朋友跟我說 他想去舉報 但是應該都會有朋友去舉報 因為史師傅出來這條片 那個威力是大過我的 我相信是一個月之內 或是一個月 一兩月之內 即是在forseeable future 就會有人舉報 即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法官 行為失當 然後我相信香港有私 又是第一個法官被告 亦可能會不自一 當然被告可能是不成立 但是 我相信 如果這樣會被裁判官很大震撼 而作為一個很 即是 如果沒有人告過 我會告 OK 我說明 好嗎 好嗎 如果沒有人告過 我會看到 如果沒有人過報 你去北角 我會帶別人去做採訪 我會看他受不受 OK 行不行 我會看他受不受 而且說明規定 有限師傅 所有人都跟我 我承諾了這些 對嗎 沒有人報我報 我當然希望有些人報 不要麻煩 否則會報什麼 行不行 好 而整件事就是 你有這個稿 對嗎 你會問這個稿 現在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 我想是很明顯 是否可以 因為你被告過了七次 OK 行不行 而在這樣的個案子之中 我想就算是抓了個裁判官 去扣你48個小時去問 但是這堆東西都 即為偏花 我想這也是 爺會樂於見到的 因為整頓司法機構 我想馬道立是一個政治很敏銳的 嗯 他也問到你 他臨走的時候 你看看這個國安公署 或者所有事情 或者他臨走的時候 講的司法改革 他都說原則上 要合理而已 他臨走的時候 放風都軟了 張居然是一個比較軟弱的人 所以我認為 如果他做這件事 是爺會樂於見到的話 也是準備去做的 他們已經做了所有的民意 已經做了所有的前期的forplay 我相信跳出來做都應該沒什麼危險 嗯 我認為 我可以課施到應該是這件事 我不用做都應該 即我課施到我不用做 如果不是的話都會有人要做 OK 好 世界流行都發生了很多大事 今天最大的事我們擺頭位 我們從美國的大新聞開始 昨天的美國國會就開始表決 選舉人票結果 確認拜登當選新一屆的美國總統 之前已經說了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華盛頓都開始罪責 昨天還一次過衝入國會山莊 示威者和警方發生了激烈的姿勢衝突 還有一個女子是重傷不治的 現在還未知道女子的身份 應該是平民來的 警方表示在事件中至少拘捕了13個人 全部被捕人士都不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人 不是他們是居民 他們坐車去的時候已經拍了影片 對 又檢獲了手槍、長槍等五支槍枝 那個情況就佔領國會 又破壞佩洛西的辦公室 又在國會上 情況的畫面都似曾相識 佩洛西嗎 即是美麗的風景線那個 即是這個又是美麗的風景線 破壞他的辦公室就是美麗的風景線 是不是 他沒有這麼說 他說香港那個是美麗的風景線 現在大家都會覺得他美麗的風景線 即是去了他那裏 現在就 但是現在都表示 有白官官員也都表示 國會山莊是安全的 現在是我們日頭 他們是深夜 不知道這件事發生 為什麼這件事正在發生 應該還沒有驅散 特朗普就出來說 呼籲支持者回家 他都不敢太深呼籲 他不敢再推動 煽動示威者做更多事 當然他想的 Twitter也放了特朗普的帳戶 即是不讓他再說話 特朗普就叫人回家 拜登就直接說 指示威者襲擊這個國會 是暴動來的 不是一個抗議的行動 那就 什麼不是嗎 什麼不是抗議行動來的嗎 不是 暴動來的 如果發生在香港就是抗議 發生在美國就是暴動 嗯 發生在香港就是抗議 發生在美國就是暴動 對 很少在家裡發生的 是啊 你真的這樣說 情況是這樣 因為現在就未知事件會怎樣 應該就未驅散示威者 要看最新的新聞 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 因為在喬治亞州參議院的選舉 民主黨都全取了兩席 基本上的點票都差不多完成 就是說參議院和眾議院都會內入民主黨的手上 拜登如果上台當政就叫做全面執政 因為之前參議院是控制在共和黨手上 現在拿了重要的一席 即是共和黨除了暴動衝進去之後 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平反敗局 嗯 那現在都不行了 很多人的 而且那些人都散開了 我看到一樣東西很有趣的 衝進去那些我看到有人拿藍方旗 哈哈哈哈 那當然是同一個一樣 你住在龍獅旗嗎 很有趣的 其實完全是一樣的 即是他們照著這個劇本寫 即是同一個劇本在不同的地方上演 在西班牙上演過 在全世界 我想都會在英國上演 英國會上演的 英國會上演的 因為英國就是 首先來說 我經常講外爾蘭的故事 被人不停在這裡挑戰 其實是一個問題 我當然這個是公平的 不愛爾蘭共和軍 但我真的經常分不清楚 外爾蘭和不愛爾蘭 我只知道一個是共和軍 一個屬於英國 一個是獨立的 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說外爾蘭 外爾蘭獨立了很久了 但我就說外爾蘭 不愛爾蘭 但問題是 竟然被人挑戰 即是永遠都搞不清楚 年紀大 腦筋混亂 所以我希望用愛爾蘭 不愛爾蘭 因為不愛爾蘭 不愛爾蘭 不愛爾蘭 你會想一想 當然記得 不愛爾蘭共和軍 但問題是當時 不記得 不愛爾蘭共和軍 真是愛爾蘭 70年代 所以不愛爾蘭 所以搞不清楚 不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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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了很久了 所以整件事 就是搞不清楚 就搞不清楚 被捕穿了 沒辦法了 因為愛爾蘭沒有一個聯賽 有足球聯賽 但是很厲害 但我講英國的問題 在哪裏 英國的問題就是 蘇格蘭想獨立 當年給公投 公投失敗了 但是如果蘇格蘭再想獨立 而英格蘭再不給公投獨立 如果他給公投獨立的話 他就會公投獨立 如果你不給公投獨立的話 他就會暴動 所以美麗的風景會再在英國 蘇格蘭那件事 因為蘇格蘭 我們明明個個都想獨立 但是你又不給我公投 你不給公投 上次你給公投了 沒事 你又不給公投 你不給公投 因為現在知道公投 一定會成功 所以他就一定不給公投 如果你公投不成功的話 除了暴動之外 或者做恐怖活動之外 搞到你英國雞毛鴨血之外 你還有什麼辦法 所以英國到了之後 我預計他們會比美國更嚴重 因為蘇格蘭獨立 贊成蘇格蘭獨立的人 是多於贊成美國南方 德薩斯獨立的人 所以我認為英國如果去到的話 是自尋死路的那些人就是這樣 沒有英國 我覺得去到頭內 又可以讓他獨立 你唯有讓他獨立 好像愛爾蘭一樣 是的 多了之後 他又不會打 北愛爾蘭也沒有獨立 只是他放鬆了 北愛爾蘭的支持權 但問題是 我認為這件事是比較危險的 我也沒有理會 我覺得在英國到頭內 他爭論得厲害就被你獨立 反正我回答 給你公投 我不是說 是給你公投 現在就是問題 他現在就不肯給你公投 但是如果不公投的話 公投就會到 不公投就會到 美國這件事你覺得如何 又如何發酵下去呢 首先來說 他們成功做到了 就是 現在暫時來說 是拜登不可以做總統 是 因為你不可以 你 國會還未容許 還未能夠公認 承認他宣佈這件事 就是拖多兩天 是 你先拖多幾天 但是你再過幾天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 等於當日的時候 你又 同一條例不通過 入了立法會 然後再之後 因為你一個人死了 你當一個人死了 當13個人被捕 然後那些人又會是 然後你再過 你會擴散出去 你會不會擴散 因為他會極度憤怒 你說有人死了 有人死了 你會極度憤怒 所以會不會再過 因為他們從來 因為從來 暴動都是在別人的國家發生 所以他一直教別人暴動是好的 而且那些電影是應該斷的 告訴你 就是蝙蝠俠那些電影 蝙蝠俠小丑那些電影 其實那些電影已經是進入他們的腦 那些電影是不應該拍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 好像我周顯大師 那麼清楚 你看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全部都是被那些電影 屠毒了 他不是每個人 好像周顯大師那麼聰明 或者我們的觀眾那麼聰明 是可以能夠把自己的思想 和你看過的電影 被捕捉了 所以美國人已經在這十幾年來 受了那些暴動的 那些什麼V殺 那些暴動的東西 是分讀得太久 他們看過你的照片 而且他們都信了 因為他們那些人 你看這個世界上 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聰明 一種就是蠢人 蠢人就是 在街上遊行暴動 那些人 他們就是把那個現實 和你幻想中的理想 或者電影那些是分不清楚的 所以你只能夠 做一個好的政治家 只能夠握住他們 但是一個 因為大部分人 如果跟他們說老實話 他們是不通的 所以正如一個聰明的男人 叫他們去握住一些女的 這個是方法 我只是被騙 他們是甘願被人騙 被人騙 而是比別人更好 跟他們說老實話 就是民眾和女人一樣 都是專門喜歡被人說老實話 就是沒有人騙的 這就是一個客觀現實 因為大部分人都這麼蠢 所以美國已經說了這麼久 而他真的相信了那些事情 表情最慘的是他相信了那些事情 所以現在就沒得救了 那人家很民主 你剛才說V殺 你剛才說小丑 他們自己都很大收 不是啊 那問題是 你剛才說他們輸出革命 你剛才說他們輸出革命 如果國內不讓小丑上來 就說輸出革命 那現在主要的票房 不是他們是輸出 不是你聽我說 他都還會輸出 我說一件事好不好 你自己生生愛知病 然後你將愛知病 輸出給別人 你也是輸出的 對不對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你輸出不是代表自己沒有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覺得不是啊 你這樣沒事啊 其實到了最後 你要反誓自己 那件事 因為你不是一路 只是輸出 當年的時候 蘇聯的時候 是比較聰明一點的 他就一邊輸出革命 一邊鎮壓習命 是不是 蘇聯的時候 或者當年的時候 中國 都是中國沒有輸出 就是大家在蘇聯的時候 是聰明一點的 就是總而言之 我就做什麼都可以 你是做什麼都不行 但是美國理論上也是 但是問題是 他雖然理論上做什麼都不行 你在小規模上 但是大規模上 你沒有給到那些 那些意識人態的獨草 上升了 你看完蝙蝠 你看完小丑 很興奮的 現在大家做回這些事情 小丑這套戲可圈可定 收十億美金 是啊 小丑這麼能收得 你已經知道 那件事是好 後果很嚴重 小丑那隊很重要 因為一個被逼押的窮人 怎麼出來暴動 這是重要的 這是告訴你 有很多窮人 那個還是白人 什麼 小丑就是白人 那也沒辦法 是他這麼好戲而已 他背景也是一樣 很厲害 這樣說也這麼說 但是 講好戲也是舊哥好戲 哦 那你跟上一個比較 但是舊哥好戲 舊哥的好戲 他就是一個神經病的好戲 新那個戲是比較差 但問題是他其實是更觸感的 因為他講一個人是被壓迫 對現實一點 對現實一點 現實一點的話 對社會的破壞更加痛 舊哥哥自己拍攝到掛了 當然是真的 好了 我們講回香港的新聞 好コ üst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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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